知名医学期刊Jama Network Open公布新癌症研究成果 在专门针对17种国家癌症中心注册的癌症 分析从2010年到2019年间的早期癌症病例之后 发现在这10年间 罹患早期癌症的患者比率正以0.28%的趋势逐年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 年轻女性离癌案例也大幅增加 特别是30多岁的女性 反之同年龄的男性 案例却呈现下降趋势 对此一些研究人员指出 受惠于科技进步 带来高敏感且精确的筛查测试 可能是导致癌症案例增加的原因之一 因为这类测试已经能更早侦测人体内微小的癌变迹象 并提供更多治疗机会 换句话说 透过高精确性的检查 可降低虚假阳性和虚假阴性的风险 同时也提高诊断的可靠性 并可减少不必要的治疗 但目前仍有相当程度的障碍需要克服 因为测试也可能会导致过度诊断的情况发生 毕竟那些被侦测到的微小变化 未必每一件病例最终会进一步发展成致命癌症 且在无法确认病情发展之前 就先进行过度治疗 很可能会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心理影响 或不良的身体伤害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